女生要怎么和男友分手才会不伤男子的心 闺蜜告诉我说 你的太大了 我受不了 咱们分手吧 真搞不懂ATM内部是什么结构 我就取一百块而已 有必要数的哗啦哗啦的吗 搞得我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老公回来 我赶紧迎上去帮她拿拖鞋 又把泡好的茶地过去 她问我 说吧 又想买点什么 老妈给我点眼药水 我一直喊疼 我妈就说 点个眼药水也疼 自己点 我委屈的接过眼药水一看 原来是风油精 桑拿小姐姐柔身宽慰 大哥 你还算是好的 毕竟蹭了几下 甚至有裤子都没来得及脱的 那才是真的花冤枉钱呢 我叹气 上次那个也是我 地铁孩子吵着要尿尿 我想到包里有个袜子 他说 这个不好吧 会露水的 我说 把嘴堵上 哥们问我 你总共交过多少女友 我想了想到 二十多个吧 卧槽 到底多少 我有些不高兴 你这不是借我的短吗 何谈到底 偶尔进去了 我都高兴得不得了 每次和男朋友斗嘴 他就把手轻轻放在我头上 我就乖了下来 有一天问他 为什么你摸我头一下 我就不气了呢 他说 魔兽世界 我就用这个技能安抚野兽 父亲辅导女儿数学 女儿说 爸爸 你的算术没有妈妈好啊 每次你向妈妈抱账时 妈妈总说不对 你剩下的钱哪里去了 我问儿子 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 儿子想都没想 生了弟弟 以后我们三个人做家务 要是再生个妹妹 就要服侍两个女人了 火车站驻旅馆 老板问 要小姐姐吗 六十的行步 我说行 有人敲响了我的门 开门一看 六十岁的老太站在门口 老婆闺蜜带女儿来做客 我逗她女儿 你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同啊 爸爸有枪 妈妈没有 闺蜜立刻解释说 别误会 孩子爸爸是警察 你们拿了证 买了车 一定得开到教练厂 来让我看看车牌 以后在路中 遇到你们开车 我好躲得远远的 小时候 午觉都是趴在桌上睡 一个人监督大家 哥们为了验证 别人睡没睡 一个一个的去 掰开眼睛检查 险些没被打死 美女约我三天后去她的住所 有点腼腆的说 有点力气活 我顿悟 我告诉司大 等我的好消息 锻炼了三天 结果去了看见 满屋子打包好的行李 本人做淘宝客服 一男的给女友买裙子后 一定要退 我女友穿上太漂亮了 我怕她给我戴绿帽子 我说 我是不会送帽子的 我二舅喜爱我大舅妈 舅跟我二舅妈离婚了 大舅妈一敢动 舅跟我大舅也离婚了 跟二舅结了婚 二舅妈一气之下 舅跟我大舅结婚了 两个都还是舅妈 可又都不是原来的舅妈 开学典礼校长拿着一张纸 站在前面说了句同学们好 突然一阵狂风 把纸吹飞了 就听校长讲 我的话讲完了 谢谢 编辑对记者说 你那篇女人在山里迷路后 三十天不吃不喝活下来的文章 我们收到三十多封信 他们都说想娶那个女人 小时候看见狗狗们躺在那晒太阳 我也躺在睡着了 老妈愣没发觉那一片狗中间躺着个我 最后找了一傍晚才找到 把爸妈吓得给我这顿胖奏 我看见狗狗东西